六下午才帶她去看玫瑰花 她想說會不會被傳染還是怎麼樣 你的各種 連想 你就有各種 因為我們太無知了 你當父母就是兩個字無知了 然後覺得自己很廢很沒用 以前我們在剛才生孩子的時候 你現在每一句都仔細聽 他們就開始講 因為生病會發燒 然後打預防針會發燒 玉米還算幸運 他打了幾針 預防針都沒燒 蠻幸運的 結果前幾天 突然間就燒起來 然後就趕快諮詢一下 才知道說應該是玫瑰疹 小孩子都會經歷過一次玫瑰疹 玫瑰疹的狀態就是會燒 退 燒 退 但也不會流鼻水 也不會咳嗽 沒有感冒的症狀 對 他沒有感冒症狀 他就是燒 然後退 再隔幾天就長疹子 好 就過關了 一定會經歷 他就是有一個 對 就是小孩子好像有一定有一個關卡 是這樣 可是我們不知道的都會很緊 對 就第一次想說 哇 過去九個月都這麼安穩 怎麼突然間燒起來 這樣 那時候是有擔心他去的人嗎 之類的 各種擔心 各種腦補 剛好昨天我又休假 那本來也都安排了要去吃飯 要去約會 然後那天因為下午 當天下午 禮拜六下午才帶他去看玫瑰花 想說會不會被傳染 還是怎麼樣 你的各種 連想 你就有各種 因為我們太無知了嘛 你當父母就是兩個字無知了 然後覺得自己很廢很沒用 然後那天也是一時興起去那個 我們從零口回台北 經過那個 下交流道 台北玫瑰園 很熱鬧 我就帶他去看玫瑰花 然後晚上就開始燒 想說玫瑰花是傳染什麼東西嗎 對 花粉過敏 之類的 然後有看蜜蜂在飛 該不會是蜜蜂呢 所以你各種各種腦補嘛 所以趕快去諮詢一下 所以你將來經歷的就是各種的忐忑 你知道嗎 心情的起伏 所以玫瑰症大概是 有在哪幾個月會出現嗎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就每個孩子都會經歷 都會經歷這個 對 呼哨幾天 從禮拜六開始 昨天也是呼哨呼退 大概預計要兩三天 但是他就是 突然間又開始又好了 就又跟你玩了 突然間又開始不安了 這個過程是過去九個月 有沒有經歷過 這個真的是 38 38點多 但還沒有到這個警戒的那個數字 但就是就是異常了嘛 對 不想玩 然後抱哄不下來 昨天在百貨公司吃飯 我就趕快讓太太休息一下 我就推著他去逛百貨 讓他安穩一點 就是 你會發現每天都不太一樣 就很有新鮮感 加油 好 想不到我變學長了 你看 我都是被恐嚇的啊 哈哈 現在換個恐嚇 我都是被各種恐嚇 現在換我可以恐嚇你了 Are you ready? 可以的 Are you sure? 原稱不就是這樣子嗎 是不是 對 OK 你很樂觀 真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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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